Hello 你們好 不說你不知道 一個人走路和跑步的時候 腳趾對平衡影響很大 記得以前小時候踢球 毒魚卵 骨裏裂了 想起那時候走路也平衡不到 很痛 腳趾對面受力分佈很重要 我以前賣女裝高跟鞋 那些女士真的愛靚不愛命 使得腳骨變型都要賣 看見都辛苦 另外很多老人家 以前穿鞋沒這麼講究 穿得上腳就算了 工作和走路受到很大壓力 日子有工 腳骨開始變型 慢慢都越來越嚴重 就算法國的時候 都沒這麼講究 也沒什麼方法去改善 分享一點點冷知識 有些專科醫生說 母子外翻是因為腳趾人帶鬆了 日子有工便變型 原來發生這個問題的機會 女性比男性大十倍 尤其是大肚婆 為什麼呢 據說大肚婆大肚的時候 那個刺激素會有很多 特別多 大腦叫身體 告訴身體 你要放鬆多一點人帶 為什麼呢 放鬆的人帶 就是想她生育的時候 可以輕鬆一點 容易一點 連帶腳趾弓的人帶 都會有影響 所以有些大肚婆 就會突然發覺 明明我都沒有穿高跟鞋 為什麼腳趾外翻 要嚴重了這麼多呢 原來就是這個原因發生 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我們介紹一下這款功能鞋 名叫LAFITZE 由我們樂活到 從日本大阪引入回香港 這類功能鞋 特別是針對母子外翻 竹痛 扁平竹 有效預防和改善 舒緩的痛症 整雙鞋是日本廠設計和生產 專為亞洲人的尺寸去設計 無論香港男女老少也沒問題 講到LAFITZE設計 面料方面 我們用了網紋料 透氣 也不焗腳 旁邊有拉鏈設計 穿上去 拉鏈拉回後 就可以穿得很方便 有個特別之處 就是 我們綁完鞋帶之後 我們有這兩個袋子 可以把鞋帶放入袋子裡 關起來 就不會脫鞋帶了 鞋底方面 用鞋子設計和防滑 穿起來四平八穩 穿得很放心 講到LAFITZE和普通運動鞋的分別 運動鞋和女裝鞋 講求一般線條尾和美感 鞋頭會比較尖和窄 腳趾漸漸穿得多 就會開始向內迫 尤其帽子會特別向內迫進去 長期穿著不適合的款式鞋 很容易出現帽子內翻的問題 又或者本身已經有這個問題的朋友 腳骨在穿鞋的時候 不停摩擦 邊緣和腳趾與腳趾之間 亦會不停摩擦 令他們受損 情況下會越來越嚴重 LAFIT FANCE鞋的設計 有留意到鞋頭的位置 需要有一定寬闊的空間 穿了LAFIT鞋之後 會有一定的足夠空間 讓腳趾攤開 最重要的是把拇指和耳指的位置 減低它的磨損 還有拇指的拉直一定會有幫助 還有一點就是 腳趾攤開了 相對腳板接觸地面的面積會增大 平衡會好很多 老人家就最適合 如果穿了LAFIT一段時間之後 希望能夠將腳的問題改善 減低它的痛楚 或者舒緩它們的痛楚程度 如果想了解多些產品的功能 資料可以到我們的網站 看看詳細 裡面有些短片可以解釋